台北市議會在下午的時候 安排市長柯文哲 來進行施政報告 結果傳出說 勞動局長陳信瑜 事前利用公務機會 違反行政中立 為競逐下一屆市長的 黃珊珊副市長拉票 引發藍綠議員不滿 所以議會最後是決議 要散會 杯葛柯文哲的施政報告 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黨團高喊口號 指控台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 在二月十六號 勞動局舉辦的公會聯誼茶會上 幫有意參選下屆市長的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助選 陳信瑜否認行政不中立 反批被偷錄音是東廠文化 更讓議員不滿 要求下臺或停止接受調查 準備向市議員們 提出施政報告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被藍綠議員輪番炮轟了 一個多小時 還是無法上臺報告 議長陳錦翔也出面換夾 讓市府下週三前提出調查報告 不過議員們還是不滿 至於說行政不中立 我想是這樣 我還是回去調查看看 因為我個人絕對不會有 不會有什麼指使 我還是很守法的人 所以我們回去調查看 到底怎麼一回事 散會 表達我們台北市議會 對台北市長柯文哲 以及達動局長 最強烈的指援綱議 我們今天應該散會好不好 好 休息散會 沿見藍綠黨團都覆議議長敲錘宣布散會 無罪推定這個法序國家的基本 無罪推定 我們還是成為一個法序國家 基本的態度 市長就說有正風去調查了 謝謝 謝謝 正風調查 謝謝 因為自己的發言爭議 讓長官柯文哲 無法上臺市政報告 呈現於態度低調 離開議會 市政報告議程也順延到星期五上午再來舉行 記者 張雄 陳立峰 台北報導